现在我命名你为塔江军舰 命名人蔡英文 蔡英文15号出席台海军新舰下水仪式 并登上另一艘新交付的快速布雷艇视察 15号下午 他在社交媒体个人粉丝专业发文称 新舰塔江舰是驼江级巡防舰的升级版 延续双船体的设计 配备有先进的电子战和侦察搜索系统 以及熊二熊三反舰导弹 同款舰预计到2023年底将完成六艘 此外 台湾自行研发的自动布雷系统也首次曝光 配备在当天交付的快速布雷艇上 号称通过导航定位 能短时间在航道上布下水雷 阻挡敌舰进出和登陆 蔡英文还声称 这是台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重要能力 预计一共要建造四艘 要有不对称作战的概念及作为 发展高机动性且具有精准打击的武器装备 用以吓阻敌人的来犯 台湾中时新闻网15号对此报道称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受访时表示 军舰能否承担其原始设计的作战职能 不是光靠砸下银子去造舰 与配备武器装备 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发挥战力 必须就其所承担的作战职能 不断进行单舰内部和多舰配合的演练 否则必然无法建构真正战力 张静感叹 新建下水城军风光剪彩时 每个政治人物都要抢着露面 但后续用于维持战备与装备 妥善可用的作业经费 往往就会被投资预算所排挤 让演讯涉及所要消耗的弹药与油料经费不足 或是定期保养维护的预算不够 造成战力恶化的现象 张静认为 民进党当局这种让账面上看起来兵力数量很大 但在实际上各个兵力战里都不理想的状况 其实就如台湾许多县市 到处都是闲置公共建筑的状况完全一样 讲穿了就是在乱盖另外一种形式的蚊子管